国阵13个成员党之一的人民进步党 过去两届大选都毫无建树 甚至被笑说是文子党 那放眼要取得零突破的党主席 卡维斯就极度渴望能够在自己的家乡 金马伦国席上阵 但是呢在上季大选当中呢 上阵金马伦国席的国大党就坚持 不肯放手了 而两党为了争抢这个议席呢 三不五时就透过媒体是隔空喊话 那早前卡维斯就撂下狠话说 如果拿不到出战权的话 人民进步党将会退出国阵 而他自己也不排除将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 上阵金马伦国席 那今天中午呢 已经领导人民进步党25年的卡维斯啊 就透过社交平台推特抛下了震撼弹 宣布自己已经在两天前 辞去了人民进步党党主席 联邦直辖区主席和霹雳州顾问的职务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他辞职的理由 那就在大家还在揣测说卡维斯的动机时 媒体大军也在同一个时间 收到了来自人民进步党最高理事会的通知 会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记者会 并预告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人民进步党传出重大人事地震 党总秘书莫翰今天下午在一众领袖的陪同下召开紧急记者会 不是宣布挽留党主席或力挺卡维斯上阵金马伦国席 反而是割除卡维斯的党籍以及所有职务 副总秘书西门解释 事件的导火线是卡维斯在商讨议息分配方面擅作主张 并在绕过最高理事会的情况下 用他们在上届大选中所上阵的一国四周 来交换唯一的金马伦国席 而人民进步党的党高层是在昨天收到国阵总秘书东郭安南的信函之后 才知道原来一直被卡维斯蒙在鼓里 另外他也澄清 他们是在记者会召开时才收到卡维斯的辞职信 因此不存在卡维斯已经事先辞职的说法 而在主席一直悬空之后 高级副主席马格林将根据党章暂待主席的职务 目前国阵市委派人民进步党副主席 兼原任联邦直辖区部副部长罗加上阵四眼末国席 随着卡维斯被革职 人民进步党所得到的议席分配会否出现变数 新门表示还没到428提名日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